宗盛公辞 创建于日昭和两年 西元1927年 兴建工程历史两年 于日昭和四年 西元1929年 完工 宗盛公辞 充分表现出客家人家 居建筑的思想特色 做北朝南 二厅二横屋格局 背后画胎靠山 厅内神堪坐下的 坐头龙 拜庭 前厅 门楼 拜月池直到万年西 串成完整的轴线 呈现传统客家人之风水观念 清康熙60年 西元1721年 台湾南部发生注意柜事件 战火迅速延烧 当时台湾 高 平两地的客家人 为了自保 成立六队乡勇团练 后来改称六堆 堆也有聚落的意思 所以六堆 并不是行政区域的名称 而是一个精神共同体 曾姓一族在清康熙 至嘉庆年间 西元1684-1820年 由广东郊岭 入肯屏东平原 后裔散布在六堆 其中可分为六大户子孙 在日本时代初期 由曾宝琛 西元1862-1940年 威首 提议兴建曾氏宗祠 由曾玉镇祭祀工业 与曾起仓工厂 共同出资兴建完成 日昭和16年 西元1941年 工厂改名威 曾玉镇土地诸室会社 曾玉镇威曾氏 由中原南迁的第一代 成为股份制 其股东组成以前术 六大户子孙威主 曾宝琛为清代秀才出身 而且是地位相当高的秉升 可自工价领取 领米津贴 领宝 在地方上急剧人望 在清光绪21年 西元1895年的一位之役中 被推举威中堆副总理 协助六堆总参谋 兼中堆总理中发春 西元1842年时 率领一军与日军对抗 虽然事后遭到通缉 但曾宝琛为望族之后 威人进退有度 是统治者拉拢的对象 之后也被委任为内浦工学校的学校委员 并授予伸张 二战后 曾玉镇土地诸事会设 改组为曾玉镇 土地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时间推演慢慢示威 后期宗祠的养护 主要由住户 进行基本的清扫清洁工作 随着屏东地区几次的地震 台风等灾患 宗盛公祠不负以往之壮丽景象 经过后人 多方奔走呼吁 屏东县政府 透过土地征收 抢救古迹 修复工程于民国102年 西元2013年 竣工 屏东六堆增士 来自于广东交领星福乡 普遍以鲁国唐位唐号 也有以三姓唐威唐号者 而宗盛公祠 则另以中述唐威唐号 主寺宗盛增身 幼殿则祭祀下雨 因其取屠山之女 后裔分封增国 微增士的元祖 宗祠内许多的匾额与对联 皆与增身 下雨的典故有关联 宗盛公祠 微传统的二堂二横屋格局 因为兴建于日昭和时期 建筑材质已惊世 当间混凝土建材 外观则用当时流行的 洗石子工法包袱 但仍保有许多台湾传统的大木座 装饰上则用 许多剪棉 胶纸陶 彩绘 三川殿的木结构 由夜金万 西元1841-1930年操刀 采三通五瓜四斗的设计 这是他晚年的杰作 哇 风凉上的彩绘 则是台南名师陈玉峰 西元1900-1964年之作 整个建筑就像许多 日昭和时期的台湾传统建筑一样 柔和传统与现代工法 宗圣公祠另一个可观之处 则是展现了客家风水概念 被以大武山 微宗圣公祠的龙奈 乾陵万年西则未遇带水 从前沿的万年西开始 由拜月池 牌楼 乾城 中庭 拜殿 神龛 以至于最后面的化胎靠山 呈现出完整之风水中轴线 宗圣公祠的空间 展现出传统合院之三界观 在天井祭神 正殿祭祖 左右厢房 则必因后带六户子孙 让他们到屏东 可以有落脚歇息之处 在后代的投访资料中 仍有许多曾氏子孙 津津乐道于 当年求学借助于 宗圣公祠之趣事 例如曾认 美和护专校长的曾秀气 自述在屏东中学就读时 便曾借宿宗圣公祠